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Jerry 好,今天又是要來做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那是什麼活動呢?就是 大家期待的 整了 當然就是要找那個欠整的傢伙 不過今天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目的啦 因為有一小妹妹她在我的Facebook私信我 她說 哥哥,可以不可以欺負Rocket哥哥一次? 妹妹,你還那麼小呢? 為什麼要心腸那麼壞呢? 真的要欺負Rocket哥哥嗎? 她還說 辣家小王子根本就是吹牛小王子 對,她的確是一個吹牛小王子 嗯,我很欣賞你啦,小妹 有前途有前途 不然就是要有你這樣的一種人才 繼續加油啊 所以說我決定了 我就來幫你欺負一下Rocket哥哥 然後這位Yuki和小妹妹她就是要我用水來欺負Rocket 然後 這個方法本來之前是還沒有想到 到底要怎麼用這個水來欺負Rocket 不過今天突然 我就想到要怎樣去整Rocket這個人了 其實我大概想到就是要把Rocket引去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的廁所 然後在那裡準備了一桶水 等他去上廁所的時候我就這樣子把水倒進去裡面 讓他全身吃到晚 這就是我的目的 沒有別的Rocket是在比較傍晚的時間去到那個拍攝地點嘛 所以現在我現在要到這個拍攝地點去做一些準備活動 這樣子等一下我去整Rocket的時候就不會手忙腳亂的 好我們馬上就到現場去吧 好各位觀眾 這就是我現在要需要的一個桶 還有一支水 這支水等一下就是要用來倒Rocket的 因為為什麼我要買一支水呢 就是因為 害怕那個地方沒有水源嘛 所以等我去自己先帶一支水過去 然後現在我就過去準備好 好各位觀眾我到了 就在這裡 然後他的廁所就是在後面那一個橙色的地方 好現在我們就過去佈置我們的陷阱吧 好裡面沒有人 剛剛好沒人 那我們馬上就來佈置一下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在我們馬上就要去這個座山上裡面進行 這一項挑戰 要到山裡面去玩這些都市傳說 其實我是蠻怕的啦 不過 不過我今天是想要去這個山裡面走走看看下線 因為畢竟現在已經差不多7點鐘的時間了 有點夜了 所以講 蠻恐怖的 就是夜也好玩啦 夜夜也好玩 夜夜也瘋狂 都市傳說嗎 沒有啦 我們只是去探測一下 什麼探測而已啊 可以啦 你要玩的話我們就晚上9點去爬山 我很興奮耶 很興奮耶 超興奮 很變態咯 我都覺得自己很變態了 我沒想到你比我更變態 趕緊自己去玩了吼 沒有沒有沒有開玩笑 好 大家看啊 山上就要到了 對就是他 沒有啦 今天我們只是來走走看看下 拍拍下一個VLOG吧的 我已經是拍VLOG的了 真厲害了 叫VLOG是什麼水族了 VLOG是什麼水族了 VLOG只是拍個屁的 有人看的嗎 OK 現在上去廁所了 所以講我們馬上準備一下 搞廁所 呵呵 廁所在上面啦 你不懂咩 啊 哪裡哪裡哪裡 OK 現在LOG下來了 我去廁所了 我們馬上準備一下 我們現在馬上跟上去 整趟 你現在人嗎 一波啊 什麼一波 對啊 全部都不在天咯 來 ip 呃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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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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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有意義的 OK 你現在回不到我吃 OK 7點後回家 OK 7點後回家 放天生 哇 你手就拿回家 這樣我電話收掉了 你要換水了 你要換水了 這有防水的嗎 有 還怪 要換水了你看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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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去年後回家 不是本來叫我放水 現在的 現在每個都有了咧 我這個就是防水的 不 有一個小朋友可以開水 水 沒有了 沒有車沒有車 你不是OK的嗎 車上的都沒有關係 每個人這樣 早知道 早知道我趕快要死了 很久 哇你電話也死了喔 給大家看看你的皮包有沒有中 嗯 皮包 真的玩了喔我們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 皮包沒有緊喔 皮包防水 喔這個電話也中咯 電話也是防水 OK OK 好今天整人成功 好現在我們要回進去了 喂 怎麼沒有開冷氣咯 我要開冷氣咯 冷咩 冷屁啊 沒有關係的咯 全身都是水咯 很冷咯現在 又有水咯 又有水咯 今天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咯 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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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兄弟姐妹 可以點擊中間的圖標 箭頭指引的方向去訂閱喔 訂閱後你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訂閱是免費的 趕快加入我們的大家庭吧 別忘了 左邊是我推薦給你的兩部影片 感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吧